国立学生独运动也扎根篮球运动 大理家长会长协会 结合了台中市教育局 这天在成功国中举办总会长辈 三对三篮球锦标赛 一共就吸引了将近160队 来自台中市各国中小学生组队参加 而大家在场上是以球会友展现了球技 场面非常热闹 贵宾轮流开球 宣告2023台中市国中小总会长辈 三对三篮球锦标赛正式展开 要来鼓励学生走出家门夺运动 也扎根篮球运动 就是很害怕 因为我们有点都没有在准备 他就临时抱佛脚之后就来 很紧张 第一次来 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场人 篮球比赛三对三锦标赛总会长辈 这次的球队总共有将近160队 要感谢我们的何金淳立委 还有李天生议员协助帮忙争取经费 让这次活动能够以我们来顺利举办 家长会长协会表示 三对三斗牛是台湾许多年轻人喜爱的运动 这次共有近160队 来自台中市各国中小学生组队参加 分为国小男女双打 国中男女双打等组别 大家一起尬球季场面非常热闹 平常练球就是好好练 好好练习这样 因为打篮球可以 就是让自己身体比较健康一点 可以更健全 这么多的学校在这边 让学员可以知道说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那我们出来看一看 其实世界是很大的 不能够以自己在学校里面 打得这么好就以此为满足 也可以学习到说真的是 以球会有 用球技来交到好朋友 大家互相的切磋 我们要推广这个最主要的 也是让学生可以好好的活动 除了可以增进这个体力以外 也能够做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训练 球员在场上来回奔跑 努力寻找空挡进攻 希望可以设篮得分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锦标赛举办 愿意更多在地篮坛明日之星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